日本地震災后已经两个多月了 主播谢安安要带您重回北海道的寒馆 当时这里受到海啸的侵袭 两个月过后重回现场 所有的整修都已经完毕了 独缺的就是人潮 这里就是北海道的寒馆 那么因为靠近海边的关系 在海岸这里也是首当其冲 在著名的金森仓库群这里呢 可以看上面特地标示了 当时的淹水高的120公分 120公分已经到一个大人的胸部这么高 可以想象海啸对当地的冲击有多大 不过看看现在的金森仓库 除了在红砖墙上还能淹水的痕迹之外 几乎看不出两个月前这里曾经是海啸灾区 街道上干干净净 没有淹水后应该看到的残破景象 店家没有关门大吉还是准时开门营业 这显示用水跟用电都已经恢复正常 而且我们在街上也发现了这个景象 虽然地震造成这个当地的电线杆 有好多根都是倾斜的情况 不过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所有的倾斜电线杆旁边 都已经立了一根全新的电线杆 彼此绑在一起作为支撑 就是知道余震不断好多电线杆 都像这样子做了补强措施 也看得出来日本人知道该防犯未然 而且对重建灾区真的很有效率 但金森仓库唯一改变的 是看不到像以前那样被游客塞爆的繁荣景象 这时夜深了我们搭上缆车 准备要上韩馆山 来欣赏刚刚被米其林列为三颗星的美丽夜景 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来到韩馆一定要欣赏传说中的百万夜景 不过很可惜今天我们上来之后 这里因为天气不好是一片雾茫茫 什么都没有看到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也相信韩馆的未来 可以像这一场雾散了之后 重拾美丽的风貌来迎接游客的到来 上次记者现在张兆元在韩馆的采访报道 请来